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浓郁的咖啡已經煮好了 因為剛剛黃大哥還有黃媽媽 在裡面煮咖啡的時候 就聞到這個很香的咖啡味 我們喝咖啡味是都 第一個味道是先聞一下 聞一下 聞一下 那才用慢慢的先甜一下 甜小水小苦的 完了 我們這樣特別來喝一口 那個黃媽媽他們種的咖啡 我們這邊有灰甘度 灰下去很順口 然後那個灰甘慢慢灰甘到 這個喉嚨這邊 比較特別的是 今天在喝咖啡是 這個環境非常好 我們就在這個咖啡園的前面喝咖啡 所以黃大哥就負責 整個咖啡園的這個經營管理 當然黃媽媽就負責 除了管理之外 還有附帶這個生態的解說導覽 所以就讓遊客來這邊喝個咖啡以外 可以品嘗咖啡以外 還可以有另外有知識性的一個收穫 還有一個滿滿的故事帶給他 然後再品嘗一下這個黑咖啡 原味的黑咖啡 麥哥口裡的黃大哥和黃媽媽 其實是一對夫妻 對他們來說 咖啡不只是農作物 還是他們生命轉折的重要元素 民國75年維恩颱風 黃大哥脊椎受傷 下半身幾乎癱瘓 兩人於是到谷坑買地種咖啡當作附件 幾年之內竟然康復神速 這是個神奇的社區 可口的竹筍請到稀有的樹蛙代言 不到50戶竟然把竹筍盛會辦得有聲有色 還在大會當天無限提供古早味的竹筍稀飯 筍香清新 人情濃郁 只要豬羅樹蛙仍然在竹林裡活躍 社區居民熱情不減 有一天馬竹和醬筍會因為大埔人的努力 成為台灣精緻農業的新典範 是誰 頭便 我也 選擇 cliff Zither Harp Zither Harp